哎呀 师傅出门去相亲 就留我一个人在家 终于可以好好的玩游戏了 突然有点想上厕所 怎么回事 看电视可恶的罗里带又把我给反锁在屋里了 我记得我屋里有备用钥匙 我得带你找一找 不过有点黑 我得先把灯打开 哇 去 这个罗里带怎么回事 厕所门也要反锁 还好厕所的备用钥匙我也有 等你回来的 看我怎么报复你 什么情况 这是什么地方 啊 满春啊 哎 这又不是我师傅用来藏宝贝的地方吗 啊 里边肯定有好多的宝贝 看我都给它拿走 哎 这是啥 难道师傅把宝贝给藏起来了 看来先破解师傅顺制的机关才行啊 电能产生器不在一楼 我才不信呢 哎呀 你这是次第无银三百两呀 轻轻松松 看来师傅的机关还是弱了一点 哼 想偷我的宝贝 你再修炼个几百年吧 咦 我怎么好像体现了师傅的声音啊 呃 算了算了 不管了 不管了 这个东西好像是需要电视块吧 我快去找一下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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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跟我师傅介绍的相亲对象吗 你 你 你咋在这里啊 人家在这里等菊花江呢 说好的菊培我 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哎 你怎么在这里呢 呃 我 我就是闲来无聊 出 出来透透气 你 你 你 继续等啊 我 我 我就先走了 呀 这怎么有个人啊 我发现了萝莉加跳进粪坑的秘密 没想到他居然恼羞成怒 把我一眼扔进了粪坑里了 哎 你 哎 这个 怪不得你伤 这么臭呢 你见到他一定要帮我报仇啊 啊 好 好 那我就先走了 你自己多保重吧 啊 啊 啊 哎 我怎么 我怎么又回来了 刚才好像是一场梦啊 哎呀 我还以为能找到师傅的宝藏了呢 结果猪来打水的一场空啊 嗨